政府在提成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就预告 第二捷运有望在明年1月全面通车 而今天捷运运营商快捷通轨道私人有限公司就宣布 这条不乘捷运路线的第二阶段会从明天起试跑直到12月 快捷通轨道首席执行员阿米尔邯郸发文告宣布 捷运列车会从不乘中环站到贵沙白沙罗站进行试跑测试 途中会停靠今年6月开始通车的第一阶段站点 但是不会再送乘客 为了避免乘客混淆 当局会在车门张贴告示禁止进入 如果试跑测试提前结束 乘客会收到通知 此外快捷通轨道也保证在试跑期间 早上和下午高峰时段的列车班次维持不便 阿米尔邯郸表示 这项测试是执法当局提出的先决条件之一 以确认系统在全面运作前 有效的通车和运作 他承诺会密切监督承包商实施的测试环节 确保所有步骤和程序到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广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